都準備好了 這間屋是一家五口 有三個比較小的小朋友 屋主也比較喜歡 modern classic 的設計 它自己本身也有帶一些美式古典設計的傢俬 想保留在新居內使用 基於這兩個因素 Modern古典成為單位設計風格 單位住飾偏向深層 傢俬長身等 簡選比較有格調的深灰深中色等冷色 再在部分位置 例如電視長身 配上了灰色雲石和鏡桿 營造對比豐富層次 設計師認為 肉和單位只是酒單一的風格 側重古典的味道不太適合年輕家庭 家上屋主早已表明要求 所以在新舊傢俬配搭上特別花心思 古典的味道較重 通常可能有很多家具 或是我們設計時 都會有很多圖案 或是有很多花邊 但如果我們融合了一些 Modern設計進去的話 我們便會把這些線條 去修減和簡化 飯廳的空間擴大 同時 亦都引入了淺木式和其他點綴 平衡氣氛 原本在這個位置是一棵間隔牆 而這裡亦是入口去書房 但因為我們覺得飯廳的位置比較合窄 所以我們便把這棵牆擦了之後 便可以擴大了飯廳的位置 另外因為這些門便會呈現出來 在飯廳上我們覺得不太美觀 我們便用了一些暗門的設計 配搭了一些木皮和一些不鏽鋼的線條 便做了一個長身的設計 而在這邊的位置 因為你看到也有一個窗 而景觀也不太美 所以我們便做了一個烫畫 而做了一個修飾 單位1400多呎 進入主人房 要先經過走廊 兩邊的長身沒有浪費 一邊掛有大大小小的銅框相架 另一邊就做了深木色衣櫃 一直延伸入睡房 主角位置除了在弧形之外 下半部分也包上了灰色軟墊 避免家裡的小朋友碰撞 主人房的設計偏向簡潔 但仍然貫徹深色調 被窗外的海景成為焦點 床頭板和兩邊的床頭怪用上了深木色 配上充滿金屬秀積的桌燈 迎合古典風格 角落設有雲石梳妝桌 場上金屬裝飾線高自天花 進一步拉牆特高樓底 小朋友房間的設計各有主題 反映他們各自的喜好和個性 柔和粉色的床架 書桌 連同床紗 令到女房大有童話色彩 床尾高自天花界衣櫃 有不規則較弧影線條 混入灰白粉紅色 增淨活潑跳脫的感覺 寨房充滿陽光氣息 酒笑清新的風格 場子選用飛機主題 配上了天花兩盞白雲燈 睡床造高一級 用木條搭出屋形 書桌佳有綠色白色的飾板 呼應窗外架翠綠山景 由於屋主另一位小朋友更小 變相多出來的一間房 暫時用作為書房 裡面暗藏睡床 有需要時可以變成客房 為另一位小朋友更小